这是一棵杜鹃花 耐寒杜鹃花 够黄吧 这个叶子发黄是这种洗酸植物常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它就是缺铁 缺铁的原因需要观察来得出 比如说如果土壤的酸性不够 它是碱性的 那么就会造成缺铁 土壤的酸性不够是缺铁的原因之一 还有更多的原因 比如说这个花它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比如说太阳太强 或者是土壤的透水性不好 使它的根不能够正常的工作 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它吸收铁 一定要知道它真正的原因 才能根本解决它缺铁的问题 在FIX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比较一下旁边这个也是杜鹃 是另外一盆 品种是类似的 还有旁边这一盆也是杜鹃 耐寒杜鹃盆栽的 叶子就很健康 这一盆就有问题 它的问题出在哪呢 这一盆缺铁呢 它原来是放在一个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 但是浇水没有跟上 使得它的土壤偏干 长期的干燥 水分不够 这样的话造成它整个植株的这种状况 发黄的状况 如果把它放在一道稍微阴凉一点的地方 然后注意浇水的话 它的土壤是酸性是够的 所以它会慢慢的 比如说几个星期以后 它的颜色会恢复成绿色 如果想使它快速的恢复绿色呢 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 它叫硫酸芽铁 我们看一下 这一瓶呢 就是硫酸芽铁 Iron Shalit 这个买了有五六年六七年了 用的很少 这个呢 在很多商店都有 它是作为花肥 摆在花肥的地方卖的 这个是铁的 先说这个是在哪买的呢 这个是在Rona 好像也不是每个 比如说肯尼利泰尔 这是多伦多哈 肯尼利泰尔没见到过这个卖 好像是在Rona买的 或者是Home Depot 应该也可以找到有卖的 这个是铁的化合物 它溶于水 所以就是容易被植物吸收 很快就起到效果 大概多长时间能见效呢 两到三周就可以见效 明显的效果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不建议多用 如果你要是用了两次 比如说每个星期 我是怎么用的 我是混到溶解到这里准备了一个瓶子 溶解到水里头 一个星期浇一次 那么如果两个星期以后没有效果的话 就停止使用 不要超过 我从来没有超过两次 据说这个用多了会对植物有害 而且呢如果你用了这个还没有效果 说明你的植物的根上有很大的问题 你需要从土壤结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而不是使用这个短瓶块的捷径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水瓶子 它的量呢也是差不多就是用两次的量 要按照它的说明 你看我这一瓶子大概 这可能它有点偏多 用一半 量一定不要大 一定要按照它说明的比例配水 这个 兑完水以后一定要摇匀 这个差不多 这一瓶子用两次 所以像这么一桶 我买的时候好像15块钱左右吧 够我用30年的吧 或者是50年 这个已经揪好了 现在是8月中旬到8月底左右 叶子希望它能够恢复正常 据说还有一个更快速的恢复正常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溶液 我把它放到边上了 用了一半 把这个溶液呢 喷到它的叶子上 它的叶子也可以快速吸收这个铁 从而它的颜色会快速更快的变成绿色 我还没试过 今天就做这么多 拭目以待